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曾餘恆 現在是台大海研所教授 同時也是台大海研中心的主任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 主要是海平面變化 那我們這個單元會主要分成三節 第一節會跟大家介紹 海平面變化的幾個基本概念 那第二部分會跟大家介紹 海平面上升的因素 還有一些過去的觀測結果 第三部分會跟大家介紹 海平面上升主要的一些影響 還有未來海平面 海水位的這個推估 可能是怎麼樣的狀態 好 那我們就會依照這個順序 跟大家稍微介紹 今天的主題會跟大家介紹 海平面變化的基本的概念 是怎麼樣 本節的內容 主要包含就是這個 整個海平面變化的簡介 還有全球海平面變化 是怎麼樣的狀態 那知道全球海平面變化 我們會跟大家談一談 什麼是區域的海平面的變化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海平面的這個變化 首先就是海平面變化 其實代表說 就海面高度的一個變化影響 那最主要的它的來源 可能就是由於這個潮汐的影響 那潮汐可以包含就是我們常見的 漲潮 退潮的影響 這主要是從月球還有太陽跟地球之間的關係 造成產生出來的萬有引力所影響的 下面這張圖可以讓大家可以看一個 比較清楚的這個潮汐的變化 平常的這個潮來潮往 它慢慢慢慢慢慢的變化 可以讓我們看到海水位慢慢慢慢的退縮 然後這時候慢慢的沙丘或者是泥沼地 都會慢慢的浮現出來 那當漲潮的時候 海水位也會開始慢慢慢慢的開始又上升回去 把剛剛的這個淹沒的地方又蓋過去 另外海水面的這個變化 也可能可以由於波浪的影響 波浪其實代表就是整個拍打在岸邊的海浪 通常是有這個風吹 或者是風暴潮 或者颱風什麼等等影響出來的 我們可以區分成一個小浪 或者是中浪或者大浪 那常常伴隨著颱風 或者是很強的極端的天氣事件 會讓我們常常會造成 由於風很大 讓我們造成這個我們的海浪 會非常非常的巨大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 長期的影響就是我們全球暖化 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那全球暖化它造成的就是 先從暖化讓我們的氣溫 還有海溫上升 在上升的過程 也會導致讓我們溶冰 特別是在很多冰川整個崩壞 會讓很多的淡水 進到那個海洋裡頭 那這樣子的這個過程呢 就都會影響到海平面上升 或者是下降 所以我們稍微先統整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三個因素 第一個主要的就是這個潮汐的影響 潮汐它其實是影響的就是區域性的 那這個區域性的影響呢 可能是這個地方 跟另外一個地方 它的潮汐的變化可能是不一樣 那潮汐的影響呢 它可能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它是由地球太陽 還有月亮之間的地心引力產生出來的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第二個 重要的這個海平面變化的來源 就是從波浪 它的影響也是區域性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最第三個 全球暖化的這個影響 它這不是區域性的影響 它會造成一個全球性的溫度 由於溫度增加 造成海平面升高 或者是降低的這個趨勢 右邊這張圖呢 就是過去這三十年 從一九九二年到二零二三年的 這個海平面上升的整個趨勢的變化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太平洋的西邊跟東邊 它上升的區域 上升的趨勢其實差很多 太平洋的西邊上升的趨勢很高 東邊沒有這麼高 有些地方你們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 輕微的下降的這個趨勢 那這個代表說呢 在譬如說在太平洋上面 就是由於平常我們會吹著這個東風 吹這個東風的影響 讓我們整個海水會向西累積 所以在西邊就會有比較高的 海平面上升 這個就會造成讓我們 全球海平面變化 它有個上升的趨勢 由於剛剛講到的 這個世界各地的 這海面高度啊 可能有差異 有地方高 有地方低 如果我們透過一些數學的方法 將每一個地方的 這個觀測結果取平均 我們就稱為這個 全球平均的海平面 那如果比較這每一年的全球平均的海平面 就能知道這個現在上升的這個趨勢是怎麼樣子 右邊這張圖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全球海平面增加的這個趨勢 可以發現到通通都是上升的趨勢 從一九九五年到現在 那全球平均的海平面變化呢 我們通常都是從衛星搖測來看 那衛星搖測的這個資料呢 基本上是從一九九三年作為一個基準 可以看得到全球平均的海平面 都是呈現一個上升的這個趨勢 那在一九九三年到二零二二年 整個上升的趨勢是大概九十六 九十七毫米左右 也就是說平均起來 每年大概是上升大概三點二毫米 這樣子的數量級呢 跟過去從一九零零到一九九三年 來比較上升趨勢來講 大約是只有上升大概一百毫米左右 大概平均是一點一毫米 大概是大概高了三倍左右 可以想像說就是在最近這幾年 在一九九零年以後 整個全球的海平面上升的趨勢 其實平均多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樣子的影響 不要覺得說三點二毫米 這個好小好小 但是大家別忘了 這個指的是一個全球的平均 也是把全球的海平面 給它包含起來 所以一個全球的這樣子的增加的 其實在某一個區域 代表它已經 海水面已經增加了蠻多的 如果我們考慮區域的海面面 特別是針對台灣這周遭呢 因為剛剛有提到 世界各地的海平面存在一個差異 那有些因素呢 譬如說我剛剛講風的影響 會將一個區域的海水 帶到另外一個區域裡頭去 甚至我們可以剛剛看到 有些地方海平面幾乎沒有上升 從九二年到二零一九的 這個上升趨勢 每個地方其實都並沒有很大的 固定性 雖然平均來講 還可能上升一個趨勢 可是有的地方真的是上升很多 就像剛剛說的 台灣周遭 太平洋的西邊 這個地方上升的特別之高 左邊的這張圖呢 是九二年到二零一九年 台灣附近 把剛剛放大來看 可以發現到說 整個西北太平洋這個區域呢 它都是上升的趨勢 可是好像有些地方 可以看到它是有點藍色的部分 就代表說它可能沒有這麼高 甚至有點下降的趨勢 如果仔細的在focus 看到我們台灣附近的 海平面上升的速率 從九三年到二零一零年呢 你可以看得到 這台灣附近的 這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其實是超過 剛剛講的比平均的每年 這樣三毫米的這個 還是高很多 特別是呢 旁邊的像黑潮 延伸流 還有南海 那這些地方呢 都是由於剛剛講的 風帶動 讓整個海水面呢 向西邊累積 累積下來 造成出來的這個結果 以下這邊就是我們採用的 這個報告的 這些參考資料 那順便呢 我們也開始跟大家 總結一下說 我們這一節上的一些內容 我們先從最開始的 這個海平面基本的概念 先跟大家介紹 它主要的來源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也跟大家也介紹了 就是那個全球的海平面上升 那全球的海平面上升呢 另外也還包含了 就是可能 還有區域性的不一樣 每個區域 可能這個區域跟那個區域 由於這個氣候的因素 或者其他的這個 這個動力的因素影響 讓這個全球海平面上升 有區域上面的不一樣 那今天的課就先要上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